三天子 大家好,我是小熊 大家一直都知道周神是个平平无起的音乐小天才 唱歌好就算了 万万没想到他语言天赋更是逆天 竟然用七种语言唱过歌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最近周神去创四当了导师 你别说这点评的倒是有板有眼 专业有风趣 偶尔还会惊陷表情包 不过周神的本质可不止这些 曾在乌克兰留学的他 就在节目中跟外国选手连手宣了一把技 先后用乌克兰语和俄语交流 这吐鲁吐鲁子 说的我是一句也听不懂 你不认为乌克兰语交流吗 不认为 哇 周老师 哦 很长不认为 哎 你专门学过吗 我在乌克兰读书 所以我们也会 不认为乌克兰语交流 OK 没问题 后来更是和选手现场 听唱了乌克兰著名歌曲《河流》 一开口台下的学员们都惊呆了 伤心 伤心 популярный китайский 舍 Joe Shen 舍作语 韩 Romans 控制 大师周深在让人羡慕嫉妒方面 也是非常有天赋了 你瞅这几句话说的 除了俄语 我大概也就只会五六种语言 只会五六种语言 俄语 从意大利文英文中文 然后乌克兰语 更是现场用五种语言演唱了好汉歌 给嘉宾都看愣了 而就在最近的创似中 也是秒编小翻译 英文日语全打下 连咱竞节都一脸羡慕了 你可能很难想象 唱歌这么厉害的周深 最开始竟然是学医的 在留学期间 原本学医的周深 居然一个猛甩头学起了声乐 不过也幸亏是学了声乐 如今我们才能听到 周深这样添赖的声音 这首周深跟李克勤 费玉清等大佬合唱的卡门 不仅没有被碾压 还独具匠心的用法语演唱 这法音虽然我听不懂 但就莫名绝的标准 或许我的观众们 有懂法语的 可以来点听一下呀 如果周深是女娃造出来的人 那我估计就是她造人时甩出的你点子 你说音乐天赋好也就算了 连语言天赋都这么好 这也太气人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